今天我們會介紹的是 力矩跟淨力平衡 在這個單元裡面 二年級我們曾經有學過兩個力的平衡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在同一直線上 而且兩個力可以互相抵消 作用在同一物體可以抵消 這個地方有一個很特別的 叫做三個力氣的平衡 這三個力氣的平衡 同學你要特別小心的 如果三個力平衡的話 它會構成一個封閉的三角形 而且這個箭頭 同學注意到這個箭頭 這個箭頭是大家是同一個方向 什麼叫同一個方向 順時針或逆時針 所以這一個圖的話 他們三個力最後合力是等於 可是如果這三個裡面有一個人跟人家方向是相衝的相反的 這時候就是合力不等於 所以你記住 三力平衡 三個力氣平衡的話 會構成一個封閉三角形 箭頭方向會同順時針或逆時針方向 那還有另外一種表示方式 另外一個表示方式畫出來就有一點像 像我們那種賓士汽車那種 有沒有 那種人字形 賓士汽車 這種三個力氣的話 同學你要記住一句話 力氣越大 大力對小角 當我們力氣越大的話 這個力氣越大 F3越大 鎖對的力氣這個 鎖對的這個角會越來越小 所以這一種題目的話 同學您用什麼感覺呢? 哪一條橡皮筋 你今天一條橡皮筋 你本身在拉動它的時候 拉動它的時候 你越力氣越大的話 你往下拉的話 它那個兩條橡皮筋的角度會越變越小 所以這個圖形假設說 來 這三個角如果是 C1大於C2大於C3的話 如果這角度大的話 這樣子你就把它對好 考試的時候你只要把它對好 然後把這個大小的方向改變 角度越大 力氣越小 所以改變過來就好了 這個關係您要記好 力氣越大 鎖對的角度越小 好 那這個單元的第二個重點就是靜立平的 這四個字 同學一定要聽好 這個不是合力等於0 也不是兩個力的平衡 而是叫靜立平衡 靜立平衡一定要有什麼條件 第一個 合力要等於0 就是我們講的 不移動 或者是等速度運動 不移動或等速度運動 第二個 要合力均等於0 你雖然等速度 可是你本身這個東西不可以轉 就是不移動不轉動 或者是等速度然後不轉動 本身等速度再好 本身東西不可以轉 轉的話就是合力均 不等於0 好 那在這裡面的題目最容易考到這種計算 老師教同學 以這種圖的話 大概可以解百分之九十的題目都是這種解法 一般來講一個單元會有三點的力氣 三點的力氣因為合力等於0 因為合力等於0 所以向上的力會等於向下的力 所以你抓這個原則 F1 第二個原則 力矩 力矩就要看這個利弊囉 第二個原則 第二個原則就是 F1乘L1 會等於F2乘L2 所以這兩個式子是來自於剛剛的兩句話的觀念 所以你同學不用使用它 如果這個力氣有一個力氣中間往下 兩邊往上 那這個的模式 模式它的假設 向下的力就會等於向上的力 然後因為通過支點的力 通過支點這個 F 通過支點的力不會影響轉動 所以決定轉動的是 F1乘L1 跟 F2乘L2 如果你不移動不轉動的話 這兩個式子一定要成立 那這個力氣怎麼分呢? 那這個 F 會怎麼分你知道嗎? F的力氣就會分給它們兩個 會跟它的力幣成完異 好 這舉個例子 假設這裡2比3的話 2比3的話 那我這邊分到的力氣就會比較多 所以 F 就會等於5分之3的 F1 那 F2 就會等於5分之2的 F 這怎麼說呢? 假設這裡 F10牛頓的話 這裡分過來的話 它會分到6牛頓 這裡會分到4牛頓 這一種心算的同學一定要會 你看 6、2、12、4、3、12 然後死分跟它的力幣成反比的分離 所以兩個人合談一個東西 當這個物體越靠近 F1 F1的力氣就會越大 靠近誰 誰的出力就要比較大 等一下老師用立體在解釋的時候 同學要特別注意這種解題的一個技巧 接下來老師就為同學介紹立體的點面 好 我們看到黑板上面的B1 第一點他說現在有一個 就像我們那種封鈴的一個吊式一樣 他說甲乙丙丁他們的關係是這樣子 他們上面的數字代表立體 好 遇到這種就像封鈴的這個一層一層的力矩 老師教同學一個原則 算完之後綁在一起 算完之後綁在一起 像爬到D這樣一層一層往上爬 所以我們這裡看到他們的Gb是1比1 所以這兩個的B我們就假設是K 好 兩個是一樣的平衡 然後再把它綁在一起 綁在一起這一層就不見了 這裡就變成了綁在一起甲加乙 然後這個地方我們再算底下的這一層 這一層就是B 然後再往上算 這樣子的原則同學知道了沒? 不會很難 你只要一層有耐心的一層往上串 所以這邊綁在一起就變成2K 這邊是1 這邊是3 所以2K乘以1 會等於3乘以丙 那丙就會等於多少? 3分之2K 好 那我們就知道丙是3分之2K 那丙是3分之2K的話 我們把它通通綁在一起 最後的結果就會變成這樣子 這是丁 這是2 這是1 全部甲加乙加丙3塊全部綁在一起 就是K加K加3分之2K 所以你就要記住 算完之後綁在一起 算完之後綁在一起 一層一層往上算 所以這個左手邊就是3分之8K 所以丁怎麼算呢? 丁就是3分之8K乘以1 會等於2乘以丁 那麼丁算出來就是多少? 3分之4K 好 那我們這樣子一層一層往上算 丁也知道了 丙也知道了 所以他們四個的比就是多少呢? 是不是就是K比K 比3分之2K比3分之8K呢? 所以通分 通分就是3比3比2 好 注意喔 這個題目要特別小心 因為它是3分之4K 3分之4K你通分完之後 丁是3分之4K 所以把它拿下來 3分之4K 3分之2K 通分完之後就是3 3 2 4 3 3 2 4的話 答案我們就是選C 第一題答案我們就是選C 了解這種計算的技巧 一層一層往上算 一層一層往上算 算完就綁起來 算完就綁起來 綁起來就是把它們兩個加起來 加起來變成一個東西 綁起來就把甲乙丙 甲乙丙 三個綁起來再算一次 有耐心一層一層往上算就對了 好 第二題 它說一個禁止的物體 如果說合力不等於 這個只會加速移動 如果合力矩不等於就會轉動 那我們的水龍筒呢 水龍筒它是會轉動 不移動 所以它是合力0 合力矩不等於0 合力0 合力矩不等於0 所以第二題的答案我們要選V 合力等於0 水龍筒你不會把它轉到最後拔起來 所以合力等於0 它不動 但是它會轉動 合力矩不等於0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第三題 有一個天秤 這很特別 我們一般天秤是等幣天秤 這是不等幣天秤 好 不等幣天秤 它說是放在當物體 放在 注意喔 這兩個天秤不等幣 而且兩盤 注意喔 兩盤不等幣 好 如果今天 我們物體放在左盤的時候 測得的是M1 放在右盤的時候 放在右盤的時候是M2 請問真正的質量是多少 好 同學 現在你看到黑板上老師所畫的圖 你不要怕 因為力矩 它本身的最主要的觀念 當然就是什麼 合力矩等於0 順時針等於逆時針 那你題目很長 你就照著題目的意思畫出來就好 你看 他說不等幣 好多等幣 我們就畫一個長短步一樣的 左邊右邊 這是老師自己假設的 不一定是左邊短 也不一定是右邊短 好 我們老師先假設 他說放在左邊的時候得到的是M1 M1就是這個質量 好 那物體真正的質量 我們假設M4好了 他得到的法碼是M1 當兩個對調的時候 這裡的法碼是M2 好 根據這兩個圖 我們會排出兩個式子來 上面這個圖 逆時針 順時針的逆去 所以這時候來 右邊 右邊 這個順時針的M1乘以L 右邊 會等於X乘以左邊的利弊 利乘利弊 利乘利弊 第二個 第二個 右手邊 物體乘右邊的利弊 是不是等於M2乘以左邊的利弊 好 左右 這個是相乘的式子 所以我們就用除的 第一式除第二式 同學注意喔 第一式除第二式 才能夠把我們要的東西算出來 為什麼 因為這邊這麼多位置數 絕對不可能直接解 所以一除之後 這個地方跟這個地方消掉 所以就會等於M1 比物體的重 物體的質量 等於X X就是物體 X就是物體 好不好 這就是物體 這就是物體 X就是物體 會等於M2 因為左邊左邊也消掉 所以來交叉相乘 交叉相乘 X平方就會等於M1乘M2 所以有的老師會用同學把公式背起來 老師建議你能不背就盡要不背 因為立舉的題目就是順時升等於立時升 要幾個圖 我們就畫幾個圖 所以X就會等於根號M1乘M2 好 這種同學 如果你可以背起來 記憶力超強 可以背起來 結果你就把它背起來 不等B 是M1乘 是乘開根號 好 所以第三題的答案 我們要選C 答案選C 好 那老師在這邊舉個例子 假設他考試的時候 有時候不會叫你考這個 他告訴你什麼 他告訴你結果 他說放在左邊 側的的是4公斤 放到右邊 放到右邊的時候 側的的是9公斤 好 請問這個物體多少 這時候答案你就直接帶進去 所以物體的重 物體的質量 物體的質量就等 根號4乘9 4936就是6 然後再來他又問我 他問你左臂 右臂誰比較長 那左臂 右臂誰比較長 沒有關係你 算完之後 代數上面也好 代理下也好 因為這裡是6 所以6乘左邊等於右乘4 6乘這個 所以這裡的利幣 就會等於2比3 2比3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這個算出來 老師舉這個例子 他的右臂是比較長的 右臂比較長的 這樣子 瞭解嗎 所以你在考試的時候 你要特別小心 考試的時候 他不見得每一次每一次 他都考一樣的 可是你如果真的考出來 你就左邊放一次 右邊放一次 照著這個題目算 順時針 能力時針 排兩個式子 從兩個式子裡面去找到 下一幕計算的領導 這樣子題目就不會很難了 了解嗎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第四題 好 第四題 很多同學不會把第四題 跟剛剛的第三題混淆了 因為他死被公式 結果變到最後不曉得誰是誰 所以在第四題的題目裡面 你一定要特別小心 跟第三題做比較 好 第四題的題目 他是在細的地方拉起來 然後在另外一個粗的地方拉起來 那這一種題目 左細的拉一次 粗的拉一次 這樣拉起來的結果 這個物體的重會等於兩次相加 那這種同學 你不要死被 因為他就好像我們身體一半 秤一半 另外身體秤一半 兩個加起來的意思一樣 那老師一樣 跟第三題會把公式導出來 你要搞清楚 這兩個有什麼差別 剛剛我們的第三題 它是天平不一樣的粒幣 那個答案 物體的質量 物體的質量會兩個相乘開根號 你就記住 這裡是有兩個砝碼 車座有兩個砝碼的數字 兩個相乘開根號 這個是用力氣拉起來 那我們看一看 這個式子怎麼導出來的 我們看一下 支點是在地板的這一個點 所以來 我們看一下 物體的 物體的重 現在是物體的重 乘以粒幣 等於 我們現在的私利乘以整個粒幣 然後 第二個 我們現在改拉出的這一邊 那這時候這裡 物體的重 來 物體的重在這裡 老師現在用藍色的部分幫同學牽起來 比較清楚一點 所以 物體的重乘上這個粒幣 粒幣是這一個 跟支點的距離 乘以L-L1 會等於 這個Y 這個Y 現在我們在出的地方私利 會等於Y乘以L 好 這兩個式子 這是第一個式子 第二個式子 如果兩個式相組的話 物體剛好被消掉 你就沒得求了 所以這個題目我們變成 第一式要加第二式 相加物體提出來 左邊這裡L1 這裡加L1 這裡是L1 加上L 這個 會等於右邊 來 L 提出來 X Y 加 S 所以兩邊剛好 這裡L1 L1 消掉 兩邊都有L 所以這個L跟這個L消掉 所以最後結果 我們物體的重 就會等於你左邊 細端拉一次 右邊 粗端拉一次 等於Y 加 S Y 加 S 所以物重就會等於兩個相加 所以這一題第四題的答案 我們答案就是要選 C 因為它從細端拉出來的時候是 5 從粗端拉上來的時候是 15 所以這兩個物重就是多少 20 牛頓 20 牛頓 好 同學要小心 這種題目 老師建議你還是不要死背公式 反正就是畫兩個力圖 它要左邊 它要細端拉一次 粗端拉一次 你就左邊細端畫一次 粗端拉一次 但剛剛貼平 它要放左邊 左盤 右盤 你就兩邊畫一次 都各排一次式子 一定是兩個方程式 兩個方程式 到底是要相除 還是要相加 看方程式 你就知道怎麼寫了 不要去死背 如果你可以記得很清楚 那就可以背 如果記不清楚 你強迫自己這樣背起來的話 進考場 很容易被你自己 害到自己 被自己顧倒了 好 那第四 第五題 第五題它要算什麼 第五題它說物理要求你重心 這個重心到底距離這個粗端多少 就是要我們求這個 L1 所以我們現在算出來了 這個地方是 20 然後我們帶進去 因為它已經告訴你 L 是 80 L 是 80 然後物重已經算出來 物重是 20 物重我們算出來是 20 你帶左邊也好 帶右邊也好 都可以求 L1 所以來 我們來看 我們來帶左邊這個 5乘 5乘 藍色的 80 會等於物重 物重現在算出來是 20 才以這個 L1 所以約掉 4 所以 L1 多少 20 所以這個重心 這個重心 這個重心 距離粗端會 20 那老師提醒你 這個答案算出來 一定會比較靠近 重心一定比較靠近粗端 重心一定比較靠近粗端 你選答案的時候 因為 80 的一半是 40 如果是選擇題的話 你要小心 一定要選比較靠近 比較短的 重心一定比較靠近粗端 所以這個答案一定會小於 40 小於 40 的答案 所以小於 40 的答案只有剩下 A 跟 B 那我們算出來的答案是選第二個 答案選 B 第五題 答案選 B 好 那我們來看到第六題 第六題 老師剛剛課堂上的重題有跟同學講過 講什麼 講大力對小角 力氣越大 所對的角度越小 大力對小角 所以會發生什麼狀況呢 來 同學看著 現在老師鎖上這裡有一條橡皮筋 這一條橡皮筋 同學看好 老師在拉的時候 你看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 當我力氣很小的時候 這個角度是很大的 當我力氣很大的時候 力氣很大的時候 這角度會變小 這就是老師剛剛跟你講的 力氣越大 所對的角度會越小 這叫做大力對小角 大力對小角 所以同學這個地方 你特別特別注意一下 寫一下 現在我們看到第六題 第六題是力氣越大 對的小 角度越小 你不要背錯了 這個是三力平衡的題目 你不要把它背到什麼 三角形 三邊長 什麼角度大 手對的邊長大 不是那種東西 這現在是力氣造成角度的關係 你不要拿著亂背 然後最後混淆在一起 背負起來 你不要亂背 你要分清楚這個是什麼樣的式子 那現在我們這裡是線的長度 線的長度不代表力氣 不要被這個線的長度給誤導了 你今天這一條線 這一條線再怎麼長它的力氣 這個角度變 這個力氣就不會變 這個我們一定要注意 那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老師現在把這裡寫角1 這個地方我們寫角2 這個地方我們寫角3 那因為有這個圖我們看得出來 角1 角1 角3 角2 那角1所對的力氣 角1所對的力氣 現在藍色的角1所對的力氣是上面 角3所對的力氣是這個A 看懂沒 那角2所對的力氣 這個紅色的小2所對的力氣是V這條線的 哪呢 好 力氣大 角度小 現在角度小了 所以這裡就我們把這個大於等於的符號 右邊撞過來 所以就是W 大於A 大於B 那線段我們畫力圖的時候 力圖不是繩子的大小代表 不是繩子的長門 是力圖裡面的線段長短才代表力氣 所以現在W最大 所以B最短 所以第六題的答案我們要選C 選C 不是繩子的長度 所以這畫起來很多同學會被這個繩子錯覺 然後答案就是這個跟A很像 所以答案選A 這個叫做錯覺 根本不知道為什麼亂七八糟亂選的 這個題目要特別小心 同學要做記號 不要上當了 好 接下來老師要為同學來介紹第七題 好 同學我們來看到第七題 第七題它說有一個材質重點在這個地方 它說相同的金屬塊讓密度一樣 放到不同的密度 液體裡面 體積不一樣 放在那這在考浮力 浮力因為它成體排開液體的重 所以因為它是等B 兩邊一樣長 那OK囉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密度 所以 V1乘以D 注意這是物重 物重扣掉浮力 浮力是什麼 V1乘以D1 為什麼 液體物體的體積乘上液體的密度 這叫V2 這叫V2 阿基米來講 那乘以它的力幣 它的力幣是1 我們假設L好了 一樣 會等於右邊的這個地方 V2 這是物重 自己的體積乘以自己的密度 這個叫物重 自己的體積乘以自己的密度 叫物重 這個地方減掉 V2 D2 這個乘以這裡也是L 所以這裡L 好 L L消掉 那OK了 我們移向過去 V1 D 減 V2 D 就會等於哪裡這裡移向過來 V1 D1 減 V2 D2 你會發現很奇怪的一個式子 為什麼是 老師 這裡是V1 D V2 D 怎麼找質量差 同學啊 質量差 因為自己的體積乘以物體的密度 是不是就是第一塊 這一塊的質量 這個不就是第二塊的質量嗎 這兩個相減就是題目要理算的什麼 是不是就是質量差 只不過我們現在是用文字 題目問的是中文 所以質量差不就是V1 D1-V2 D2 所以答案第七題 我們要選第四個 這種題目 老師只跟你講簡單的觀念 只是你要回去回想一下 乘體 乘體是體積乘以液體的密度 這叫浮力 要扣掉浮力才是它戰鼠 液體中的重 所以關鍵在這個地方 好 第八題 第八題他問你說 現在有兩個 兩個蹭鈕 請問哪一個蹭的比較重 那同學剛開始看到這種東西的時候 沒有feel 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的時候 注意聽 數字會說話 記住老師這句話 數字會說話 什麼叫數字會說話 你就帶數字 照著題目的意思帶數字 算數結果比大強 這樣子嗎 好 所以這題目你不要自己在那邊 在頭上裡面一緊張 你就帶數字 因為我問你很簡單的問題 這裡不一樣 那我們就假設這裡是2公分好不好 這裡是4公分好不好 好 那我們就假設這裡是最簡單的10公分好不好 好 那我們問你 那道理A 我們現在看A喔 用A當支點的時候 現在老師點上紅色的點 現在是紅色的點當支點 那我們掛在這裡的東西 我們掛在這裡的東西 A 一個物體A 當掛在這裡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用的是利弊 A乘以2 等於這邊的利弊從這裡算到這裡來 是12 那這個地方 法碼是固定的 法碼固定的 我們假設 M 固定的 好 那我們這裡算出來 A就約掉 約掉 A就是什麼 6M 這個是質量 法碼的質量 好 這個是乘垂的質量 好 這是用A算出來的 那我們現在 老師現在用藍色的點 藍色的點點出來是B 那B 我們就像B B 可以乘得中 B乘以4 就會等多少 這裡就只剩下10喔 10乘以P 所以 B 如果用B這個乘以5算出來的話 這裡可以料2 這個5 是不是多少? 2分之5 M 就是2.5 M 所以很清楚的可以告訴你 用哪一個秤鈕可以秤得越重呢? 所以答案我們就是 第八題的答案就是要用A秤鈕 我們可以秤得比較重 那老師就跟你講 在淡桿裡面有講到 這裡越短 我們這邊力氣就要越大 所以這裡越短 同樣一個秤垂的話 這裡越短 我們這邊掛東西要越重 才是會平衡 所以A秤鈕可以秤得比較重 那你不相信 我們就帶數字 你說老師 這個M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你就帶個2公斤也可以啊 你這裡就帶2嘛 你看 M看不習慣 你就帶2嘛 帶2進來 這裡2這裡帶2的話這裡帶6 2 12 這裡帶2的話 5 2 10嘛 5 2這裡帶2帶進來 所以這裡2帶進來 所以2才2.5多少? 5嘛 所以用A算出來的是12 用B算出來的是5 所以當然1 秤鈕可以秤得比較重 老師教你的就是用帶數字 在令曲的題目有很多是這樣子 你不要用感覺的 會有錯覺 跟這個題目一樣 第9題 第9題是基側考過的 有前科的 那你這個題目也是 同樣看到 哇 好難喔 不要難 你就先把假設一個平衡 好 現在有兩個 Wa 大為Wb 因為看它力比比較短嘛 好 現在我們把它同時往前移7公分 好啊 那這些東西都是文字 好難懂喔 好難懂就用自己容易懂的東西 假設這個地方是20 這個地方是4 你就假設一個可以平衡的就好 那我這個地方我假設是10 好 這裡是4 2 4才20 80 所以這個地方也是要80 好 先這裡假設 先看看有沒有平衡 8乘以10 20乘以10 這位80的力群 平衡 平衡之後 我們再移2公分嘛 你說老師為什麼要2公分 你移1公分也好 高興 都好 那這裡還是20 這裡還是8 那你告訴我 現在移動之後 這邊4 這邊4不是剩下2呢 剩下2嘛 這裡是10 所以這邊移動之後 10往前移動 2公分是剩下8呢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裡移動之後 你看喔 移動之後 這邊變成20乘以2 這是我們的左邊 右邊8乘以8 多少 64 所以這裡是64 這裡是40 結果你會發現 好像不一樣 有沒有 這時候移動之後 右邊的力矩會變得比較大 右邊的力矩會比較大的話 他就會下勤 所以右邊就會下勤 這是一種講法 或者講說他會順時中撞 會下勤或順時中撞 所以這時候會右邊下勤 或者是順時中撞 所以第9題答案之選 A 所以同學 在第8題第9題上面寫 當力矩 沒有FEEL 沒有辦法判斷誰下勤的時候 第8題第9題 同學給他注意 我們就帶數字進去 帶數字進去 求求看數字會說話 數字會說話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的意思題 你要知道喔 老師在課堂上跟你們有講過 力矩的計算 特別是題目講到 盡力平衡 不移動不轉動的時候 就是兩個原則 第一個 合力等於1 那找到支點之後 向上的力 向下的力 合力等於0 然後對支點的順時針等於意識針 你保持這個原則 然後要小心 關鍵就要找利弊 利弊一定是從支點到 利的延長線做呈現 你抓住這個重點就對了 然後他必實題 他說 現在有一個支點在中間的槓桿 掛了質量相等 同學圈起來 質量相等我們就把它當作1 質量相等我們就把它當作1 1 1 在我們數理裡面 數學理化裡面 只要相等 我們最簡單的正等數就是1 如果你喜歡帶10也可以 好 然後他說 他的 間隔距離 間隔距離如 又有 他說這要保持平衡 順時針等於逆時針 記住了是一句話 不要被題目給誤導了 找支點 找支點 再強調一遍 支點才是你解題的要實 找支點 所以趕快把支點畫起來 找支點 找支點 那找到支點之後呢 關鍵就在這裡了 順時針等於逆時針 來 你看到 V跟C都是順時針 但是 V OK 現在老實講 順時針的例句 OK 怎麼樣 V是1乘以V 但是這個C 同學就要小心 這個C的例句是這一段紅的 很多同學會用1乘以C 完蛋 1乘以C就完蛋了 要1乘以V加C 這才是順時針的例句 關鍵就在這裡 然後呢 逆時針 逆時針呢 逆時針的例句現在只有一個 所以1乘以A 好 順時針等於逆時針 所以這乘起來 V加 V加C會等於A 所以他們的關係就會等於A等於V A等於2V加C 所以第十題的答案我們選第四個 答案選第四個 了解順時針的例句等於逆時針的例句 好 同樣的 看到第十題題 你有沒有發現 這些題目都是三個例的構成 他說 現在有XY的東西調整 然後逆B是4比3 請問他們之間 XY跟W的關係 來 首先 合力等於0 合力等於0 往上的例只有它 它是往上的例 這兩個都是往下的例 所以向上等於向下 W等於X加Y 有沒有這個答案 W等於X加Y 沒有 繼續算 來 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是合力局等於0 合力局等於0 來 四十針等於逆十針 支點在這裡 支點上面的利 它的利局是0 所以這裡不影響轉動 來 順3Y 等於逆4X 好 3Y等於4X的答案 有 第一個就是 所以答案選A 答案選A 好 所以基本原則 有沒有看到 合力等於0 合力局等於 找支點 找利率 好 第十二題 這個就有一點技巧性了 老師要跟同學提醒 我們利取的題目 不是每一題都那麼好 利弊剛好都是直的 我們轉動這個 每一個三個點 剛好都在同一直線 它可以不在同一直線 還是可以轉動 所以你要找到支點的感覺 什麼叫支點的感覺 整個物體在動的時候 繞著一個點 轉 那個點就是支點 好 所以你現在 我們說有一個車輪 來 我們不管是車輪 油桶 不管圓形的東西 這是一個台階 我們要把它推上去 你感覺看看 這個推的過程中 是不是會繞著這個點轉 所以同學 這個點趕快用紅筆點起來 用紅筆點起來 好 紅筆點起來之後 由支點對利做垂線 來 現在F的利 F的利在這邊 所以做垂線 這一個就是F的利率 同利 同利 我們從這個支點對這個利做垂線 這個就是物重的利率 這個就是物重的利率 好 我們現在要找利率就好 他說半徑多少 半徑是50 這個R是50 所以這個地方當然也是50 那麼他說H 他說H是20 好啦 那麼這個黃色的這一段 黃色的這一段 由支點對利做垂線 這一段 F的利率是多少 那麼就是50扣掉20 是不是就是30呢 這就是它的利率 好 問題來了 因為這一個 紅色的最麻煩 因為這個地方 它也是半徑 這一段 來 老師把這個三角形 把這個三角形 現在畫在這裡 這一段是半徑 半徑是50 那我們剛剛已經算出 這一段等於這一段 所以這一段是30 那他問你 這個LW多少 來 我們數學裡面的345 345 所以LW 就會等於多少 40 好 它的利率就是40 曉得 關鍵還會用到直角三角形 好 接下來就簡單了 繞著這個紅色的支點鑽 順時針等於逆時針 順時針 所以這F 他說 現在請問我們要出多少利率 這是F F乘上它的利率 34 會等於物重 他說現在這個輪開 300公斤 所以這點 300 乘以它的利率多少 40 所以最後你的出力就是多少 400公斤 所以你必須要出400公斤的利率 才能夠把它推上去 所以12題 答案是選A 答案是選A 所以從這三個利率裡面 你可以發現到 老師在黑板上所做的提議 有沒有看到沒有 找支點 找利率 順時針等於逆時針 體會這個技巧 做任何怎樣的題目都難不倒你 好 接下來 稍微同學繼續介紹第13題 同學來 我們看到第13題 第13題一樣是利率 只是它考到了我們的福利觀念 那福利現在B全部泡到 他說把B泡到密度是5的液體中 小心喔 這不是水喔 它的密度是5喔 好 他說請問如果這樣會平衡的話 請問B的密度多少 要把B的密度當然算 B的體積 所以你告訴我 B在液體中 它的重是多少 它的剩下它的質量是多少 來 是不是原來B 他說題目講說B是200 來吧 扣掉 來 同學 扣掉它的福利 B的體積是V 體積存在水準 排胎的水重 排胎的液體重 這裡是V 排胎的密度是5的 所以這個叫做福利 你要扣掉福利才是你的重 好 所以 在我們右手邊這裡的力量 右手邊這裡的力量 我們已經幫它算出來了 就是200-5V 往下拉的路就是200-5V 好 那 順時針等於逆時針 所以100乘以30 就會等於20乘以200-5V 先把V求出來 V就知道了 好 所以約掉 5 所以150等於200-5V 一過去 5V等於50 所以V等於5 好 V等於5 所以V的密度就等於質量 它的質量是多少 題目講說質量是多少 200 好 這V算出來是10 質量是200 它的體積是10 所以200除以10 它的密度是多少 20 所以知道 密度等於質量除體積 那這個題目就考到福利 再加上力取的題目 好 這我同學要小心 好 第14題是考慮觀念 說小華在秤魚 好 魚的重量是F1 秤出來重量是F2 來 你看到沒有 支點在這裡 向上的力等於向下的力 所以F5會等於什麼 F5會等於F1加F2 他說什麼 他說F1會 到底F1加F2的時候會移動平衡錯 是等於 等於才會移動平衡 所以A改成等於 所以要搞 槓桿平衡 就是轉動平衡的話 因為現在這兩邊的力幣不同 所以他說F1等於F2的時候會轉動平衡錯 應該是F1乘以L1 第二個答案應該改成F1乘L1 等於F2乘L2 因為他們兩個力幣不一定相同 所以B不對 他說如果F大於F1加F2 如果他比較大的話 三個東西會往上 在我們牛頓第二運動 定律也有講 整個合力不為0 所以他會有加速度 所以第三個答案 他說會做等速度錯 他會做加速度運動 C要改成加速度 因為合力不為0 會有加速度 好 第四 來 第四點 這個觀念很重要 因為F通過支點 通過支點的力 它的力幣是0 力幣是0 所以它不會影響系統的轉動 所以正確的答案 第四題 答案是解決第四個 F不會影響轉動平衡 它會影響移動平衡 好 第十五題 第十五題在課堂上 之前老師就跟同學講過了 三力平衡 構成一個封閉三角形 而且箭頭 你看F2紅色的 箭頭 黃色的 白色的 它是順時針同方向 所以他們這個叫三力平衡 構成一個封閉三角形 而且方向相同 所以他們的合力等於0 所以這個東西不會移動 但是注意 支點在這裡 老師一直跟同學講 你要找到支點才能求力幣 它的力幣在這裡 F2的力幣 這是什麼 F1的力幣 這是F3的力幣 你有沒有發現 來喔 支點在這裡 F1轉過來 順時針 F2順時針 F3也是順時針 三個都是順時針 所以它的合力矩不會等於0 這一個盤子 這個圓形會整個順時針轉起來 所以這個圖是 合力等於0 不移動 假正確 假正確 所以中心不移動 合力為0 正確 注意 合力矩不為0 會轉動 所以秉丁都錯 所以正確的答案 我們要選A 這個圖是合力等於0 合力矩不等於0 所以它會轉動 會轉動 好 這個是合力跟合力矩的觀念 好 第16題 第16題跟第17題 同學要注意 老師你講過嗎 三力平衡除了這個圖以外 它還可以作用在同一點 這叫共點的三力 作用在同一點的三個力氣 來 以這個圖來講 它往這邊拉 V 往這邊拉 物重 往底下拉 來 這一種題目 我說三力共點 共點的三力 這時候一定是什麼 力氣越大 所對的角度一定會越小 來 所以你看到 它題目跟你講說 請問 來 看到了 這個數學有沒有算角度 這裡是90度 那因為這裡是45度 所以這裡是135 這裡也是135 所以這兩個角是一樣的 兩個角一樣 所以OB跟OC最高的角一樣 OA的角度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A所對的角度 A所對的角度是90 BC所對的角度是135 所以力量一樣 角度一樣的力量就一樣 那我角度它是最小 所以力氣會最大 所以力氣是 OA的力氣大於OB 等於OC 為什麼會等於 因為它們兩個的角度一樣 所以第16題答案 我們要選第4個 力氣 角度一樣的力氣就一樣 懂嗎 所以如果今天有三個力氣 它所夾的角剛好是120度 那太可愛了 120 120 120 所以這三個力就會大小都一樣 夾120度 這是很特殊的角度 好 那我們看到17 17題也是一樣 大於大於對小小 所以它是聽我 跟你講啊 根據這個圖形 C打1 C打1 大於C打3 大於C打1 大於C打2 同學 反過來把他對的角度找出來 3對A 1對B 2對C 然後把這個大於的 大於的符號撞過來 所以這邊這裡 這個物重的力量最大 所以力量的話 張力的話是C 大於B 大於A 注意喔 不是看橙子的長短喔 是力氣 所以打1要選第2個 第2個 好 16、17 同學不難發現 從15、16、17 在考慮什麼 三力平衡 三力平衡有一種是封閉的三角形構成 一種是三 三個力共鴻作用在同一點 這兩組題器同學要體會 好 接下來老師要來為同學介紹第18題 先到題組第18題 好 題組他說有一個木板長3公尺 長3公尺 好 重量我們不計 然後突出這個鉤圓1公尺 右端有一個10公斤重的石頭壓住它 小孩如果從這邊開始走的時候 請問可以走到多少 如果再超過的話 這個板子就會翹起來 最多可以走多少而不翹起來 最多可以走多少 好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支點 同學 例句的題目 老師在這裡強調 一定是要 注意 畫力圖 找支點 畫完力圖之後 一定要找支點 好 這個力圖整成什麼樣子呢 這裡物重是10 小孩子的體重 他說現在小孩子的體重40公斤 40公斤往這邊走 那我們不管他走多少 我們現在知道支點這裡是2公尺 這個可以走x 這個叫做力圖 看到沒 找支點 這一個放反直的 放在這個 我們現在講的水溝 在這個溝源這個地方 這個水溝這個地方 這個角 這個角 這就是支點 好 支點 那我們看 順時針等於逆時針 所以10乘2等於40乘x 所以約掉20 所以x等於0.5 所以可以從這邊走0.5 超過0.5之後 這整個板子就會翹起來了 畫力圖找支點 畫力圖找支點 然後順時針等於10針 都是這樣子的題目 你不畫圖 我告訴你 你就準備iPad 這種題目一定會被修理 好 那接下來他說 小孩子 如果我們今天小孩子站在最末端 然後我們就好 我們就先幫他做一個末端 然後這邊就開始往這邊推推推推 最多可以推多少出來 好 那代表說這整個 這整個板子就是3公尺的 他說整個板子是多少 3公尺 所以這整個是3公尺 就是我們現在把這個板子小孩子 然後往這邊推 那這個地方最多可以推多少 那這邊就是剩下3減y 好 來 一樣畫力圖 畫力圖找支點 支點在這邊 全部是3 所以這邊是3減y 這邊是y 小孩子的體重還是40 石頭還是10 所以再排一次 10乘3減y 會等於40乘以y 好 約掉4 所以這裡3一向過來 所以等於5y y等於多少 5分之3 就是0.6 你最多最多 小孩子站在邊緣的話 最多最多可以推出 0.6公尺就是5分之3 所以第19題 答案我們選第4個 5分之3就是0.6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第20題 第20題是非常特別的題目 很多同學以為這個題目要算什麼 直角三角形或什麼樣的題目 不對 因為它題目根本就沒有告訴你角度 它只是告訴你一種感覺 好 老師有跟妳講過 力氣越大 所對的角度越小 所以我們現在把這個滑輪 你看 注意看 老師這個線是你7 這也是通過滑輪這樣子延伸下來 它是不是兩個閥碼 懂嗎 你看到我們圖形上面 老師現在圖紅色的這一條線 然後底下是畫兩個紅色的閥碼 所以這裡就是20 好 再來看這個圖 圖形裡面 藍色的線 就是V V延長過來 這個V點從這個延長過來 但是掛三個法碼 這算三個法碼 一個是死 是不是三死 這一個 有沒有看到 好啦 那我們知道 可是它要缺我們這個F 這個C 這個地方的拉力多少 這個題目根本沒有辦法算 為什麼 沒有角度很算 但是有感覺 因為這三個角裡面 這個角是最小 small 最小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F的力將會是這三個力氣裡面最大 所以就可以知道F鐵定是大於30 所以這個答案裡面大於30的只有第四個 所以這個題目真的很機車 很多同學乍看之下以為是要考計算 結果他考的是什麼 大力 力氣越大 所對的角度就會對的越小 大力對小角 所以他就是三個力氣裡面最大的 所以大大於30 答案大於30的只有40 所以你看他題目問題說 約多少 就是大概判斷多少 一定是大於30只有一個答案 好 來 我們看到填充體 填充體說是小民利用一個槓桿長60公分 好 得到這個 他說60公分 然後距離字典20公分的地方要處理 好 問題 如果他這裡的體積是50 這裡的體積是50 體積50 密度是8 好 他問你 把它注意 這樣子拉移杯底 但是沒有超過水面 就是在泡在水裡 這裡 來 所以很基本 這裡全部 題目說這裡全部是60 那麼這裡就是40 好 一樣畫力 對不對 這個力 f 乘20 會等於這邊的力氣不知道多少 我們寫在這裡好了 這邊s的力氣往下拉 s乘40 好 問題是這個s是什麼 s是不是在水中的重 所以我們就倒回來算了 那這個物體在液體中 它現在泡在液體裡面 注意 泡在水裡 所以這裡的物重 大家要去算一下 物重原來是這兩個相乘 密度乘體積400克 所以它的質量物重是400克重 400克 那重量是400克重 可是浮力呢 因為它水的密度是1 水的密度是1 體積是50 所以這時候所說的浮力 浮力會讓你變輕 就是50 體積乘體 體積乘以水的密度 所以這個x 就是你的物重400克 扣掉浮力 小心 要扣掉浮力 浮力會讓你變輕 所以這裡算出來 這個算出來 x就會等於多少 x等於物重 來 物重是多少 400克 扣掉浮力 浮力是50 這是這樣算出來的 x是從這樣算出來的 然後 乘以40 這個x叫做什麼 在水中的重 物體在水中的重 物體在水中的重 怎麼算 物重破掉浮力 好 會等於f5乘以20 好 約掉2 所以這裡多少 350 乘以2 所以你的施力要多少 700 700才可以讓它搭在水面 這是我們所謂的槓桿平衡 合力矩等於0 合力矩等於0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第二題 來 同學我們來看到 第填充型第二題 他說現在有一個木板放上去 甲乙兩個秤 然後放上去之後 甲乙的兩板 乙乙乙秤 這邊秤的170 請問這一塊板子 這一塊黃色的板子到底多重 很簡單 兩個人互相抬一個物體 所以這個物體的重 就是等於它們兩個相加 所以第一個物體的重就是370 很簡單 把兩個加起來就好了 他說 如果今天你把300克 我們放了一個300克的砝碼在這裡 放了一個300克的砝碼在這裡 好 請問這裡假的讀數多少 老師跟同學講一個觀念 東西放在這裡的話 它會照它的利幣分配 而它的分配跟利幣會成反比 利幣短的分得多 所以以這個利幣來講 我們看 老師簡單約掉1比2 所以我們就把300克分成三等份 那因為它的利幣比較短 所以得到的是兩份 所以這個答案算出來是200克 再加上假自己本身的200 所以第二題答案 300克放上去之後 它會分成三等份 這裡會分200 這裡就會100 所以這個地方就會加200進來 這邊會加100進來 所以也可以問你以 所以假這時候秤到的是多少 400 所以假這時候秤400 注意 老師這邊教你 我們叫做重量的分配 所以你跟人家一起抬水的時候 用一個棍子抬著一個東西的時候 當東西如果越靠近你的話 你會感覺到受力越重 越靠近誰 誰分它的力量就會比較多 這樣一記就好 那怎麼分 用它的利幣 用它的利幣下去分 利幣的比例下去分 跟它的利幣成反比 利幣越短 分到的越多 這種題目要記得這個基本的技巧 那如果你如果將這個法法慢慢的往引移動 往引移動的話 那這個秤當然就會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好 OK 接下來我們看到填充體第三領 好 一個農夫扛了一帶領 扛了一帶領 好 這個農夫扛了一帶領 記住 肩膀 肩膀 我們的肩膀就是肢點 那肩膀肢點 注意 老師有跟你講過 這種利劑一定是合力等於0 合力距等於0 所以這種不是三個利 三個利是最簡單的 兩個往下的話 中間一定往上 那等下第五題你會發現 這裡往上 中間往上的話 兩邊就會往下 這是一定的 不然不會平衡 不然會轉起來 記住 如果只有三個利的話 中間往上 兩邊往下 中間往下 兩邊會往上 這種是三個利的平衡 這是最基本的 好 那三個利的平衡 我們先看到通過肢點的利 不會影響轉動 那我們先算這兩個轉動 7乘1 就會等於什麼 1 2分之1乘F 所以我們農夫的手往下扛的利 就是等於14 那14 往下的利對往上的利 所以這是肩膀所扛的力量 肩膀所扛的力量的話 就是7加14 為什麼會7加14 向上的利等於向下的利 不然的話 農夫肩膀就會在這邊晃啊晃啊晃啊晃 合力不等於0 對不對 這樣是現在合力等於0 往上的利或往下的利 這叫合力等於0 順時針力舉等於0 時針力舉等於0 這是盡力平衡的精神 要兩個等於0 合力等於0 合力舉等於0 好 所以這個答案我們就可以填答案了 他說 請問這時候B點 我們就說B點是這個地方 B點所撕的力氣 答案就是14 B點所撕的力氣 第一格是14 第二格 A點往下的力量 A點往下的力量 好 這A點注意 林老師 這怎麼會往下 因為作用力跟盤作用力 現在這兩個都往下壓 所以這個地方就會往上推 所以這往上推跟這裡往下的力量 作用力反作用力 所以答案是10 21 沒有錯 往下 肩膀 A點往肩膀 肩膀 這個時候肩膀是往上 然後它所受的物體是往下的力 肩膀的力氣是往上推 肩膀的力氣是往上推 好 所以肩膀是往上推的力 就是多少 21 這算出來是21 第二個答案21 在這邊 第二格的肩膀往上推 因為這兩個都往下合理的力量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第三 腳底所受地面的支撐力很簡單 腳底要承受龍夫的重 再加上全部的重 那全部重很簡單 就只有一包米 你不要算這個你的力氣 你的米跟你的身體 你如果沒有那一根棍子的話 沒有那一根槓桿的話 是全部抱在一起的 對不對 就這樣算就好了 所以這個地方 米加龍夫的重 所以第三格 第三格的答案 就是龍夫的重 再加上這包米的重 所以答案就是67 不要管你這個V的4D9 因為你抱著米一樣 好 加起來 所以這次兩個加起來 這個是一個觀念問題 不要想太多 被誤導了 特別小心 好 接下來第四題 第四題是一個敲敲板 等臂的敲敲板 我們放了一塊石頭在上面 那放了一塊石頭在上面的話 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比較輕 我們都知道 一個胖子跟一個瘦子 坐在敲敲板 等臂敲敲板兩端 這個胖子一定會這樣坐在這邊 然後瘦子就會被懸空 掉得高高的 那掉得高高的時候 這個很特別 因為這個地方 它沒有繼續再轉動 不轉動也不移動 這一塊石頭是壓在這裡的 不轉動也不移動 這一塊石頭是餓死 這時候不轉動也不移動 所以這時候合力等於0 合力舉也等於0 這叫做盡力平衡 所以這個很重要 第一個 有沒有盡力平衡 Yes 有 為什麼 因為它不移動不轉動 你只要看到不移動不轉動 不要發音 你不要去算這些東西 不移動不轉動 你眼睛看到的為主 不移動不轉動 敲敲軟不會這樣子 彈上去或是跑到地底下去 然後這樣沒有 不移動不轉動 好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們之前看到的力都是三個 那現在這個題目很特別 因為這邊的力氣壓在地面上 地面會有一個支撐力 所以現在這個力圖變成這個地方 左手邊20公斤的石頭 右手邊五格 一格代表10公斤 所以這是50公斤 在畫意圖的時候 一定要畫得很清楚 特別是做圖體 一定要畫得很清楚 這裡兩格 這裡就是五格 好 那支點 支點的力不會影響平衡 那你要算這個地面的支撐力的話 怎麼算 很基本 你要算這個地面的支撐力 因為這是順 它是順 它是逆 它也是逆 所以逆的同一國 順的同一國 所以這是x 這裡同樣的長 這裡是1 1 這裡的力量是1 所以順50乘以1 等於逆的x乘以1 再加上逆的20乘以1 逆等於逆 逆加起來等於順 所以x算出來多少 30 30 那這個逆幣是一樣的話 很簡單的 逆幣一樣的話 就是這裡20 我們地板當然要幫我們支撐多少 30 所以這個叫做地板的支撐力 所以我老實話三格 地面的支撐力是30 地面要支撐幫你們撐住30 就好像一個箱子 50公斤壓在地面 你出了20公斤 地板幫你撐30公斤 如果逆幣一樣的話是比較好算的 好 接下來 因為它是不移動 不轉動 那種合力矩 合力都等於0 叫經濟平衡 因為它不移動 合經濟平衡 所以向上的力 這個黃色的是向上的力 要等於向下的力 向下的力 紅色是向下的力 所以現在向下的力 因為不移動 所以合力等於0 那什麼叫合力等於0呢? 合力等於0就是向上的力 向上的力要等於什麼?向下的力 所以向上的力現在是 我們已經算出 地面的支撐力30 加上 我們現在這個地方算y好了 所以等於多少? 20加50 所以y等於多少?40 y等於40 向上的力等於向下的力就對了 向上等於向下 順時針等於力時針 當你算順時針 力時針的時候 支點的力是不以響轉動的 所以支點的力就不用管了 這是順 這兩個是力 順等於力 算一次 算完之後 向上的力等於向下的力 這就是答案了 所以第一格 有沒有經濟平衡? 有 第二格 第二格 請問地面的支撐力 地面的支撐力就是30 最後支架的支撐力 這個y 剛剛算出來了 y就是多少?40 y就是40 好 我們畫出來的力圖就像我們老師黑板上畫的 你要注意格數 這邊兩格 這邊五格 這邊三格 這邊四格 格數一定要公平 不能亂畫 所以力圖我們就畫在黑板上了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第五題 第五題它說上圖3 一個人物體 有一個物體重 兩公斤 畫在這裡 這是支點 支點 當你的支力往上 你說老師 你怎麼這麼厲害 一看就知道支降的力是往下 老師跟你講過了 如果只有三個力 像剛剛那個敲敲板 那個敲敲板是四個力 還比較麻煩 但是我題目不多見 大部分從剛剛算來很多題目都是三個力氣的 三個力氣的 像剛剛的第二題 東西壓下來 注意 這個兩個力氣是往上排 物重是往下 物重給它們兩個分 一樣的道理 這裡 第三題 有沒有 一個力氣往上 兩個力氣往下 現在一個往上 兩個往下 這樣子才會造成合力等於向上力的向下力 合力距離 所以我們就先算 第一個先算 來 支點在這裡 所以這個F F乘以4 這要力的 這是順的 等於2乘以14 所以這裡F算出來我們的往上抬的力 這裡往上抬的力就是7 我們就要出往上抬的力要出7 這個往上抬的力是7 那向上要等於向下 所以7就會等於這個往下 你說老師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這個支點的力氣是往下 而且 我老師跟你講過 一定要向上向下硬的 這裡比較大 這裡比較小 所以支架的力已經幫助下面了 才會平衡 所以支架的力X加2 向下的力會等於向上的力 所以X等於多少 5 所以支架支點的支撐力是5向下 老師 要你記住 順便註明一下 5向下 雖然題目沒有讓你寫向下要記住 那我們的私利就是7 所以第1格答案是7 第2格答案是5 而且是向下 5向下 好 請問這時候順時針的力舉是多少 來 這個題目小心單位 這個題目只是要陷害同學而已 這完全沒有什麼意義 要陷害同學 好 順時針是這邊 其實算順時針 逆時針都是一樣 只是方向不同 好 順時針我們這邊算 因為很高興喔 2 乘以14 完蛋了 因為它的單位是公分 所以2公斤要改成2000克 克重 14公分 好 14公分不用改 所以乘以14 這才是公分克重 所以答案是28 後面掛3個0 這也是第1格答案 這很機車的喔 單位 那看第2格 它又故意改 公尺公斤重 好 它現在要問你 逆時針是這個 4 這個4乘以7 逆時針是7 4乘以7 好 本來是28 好高興喔 但是又不是答案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個地方要改成公尺 這個地方是4公分 4公分要改成公尺的話 4公分要改成公尺的話 就變成0.04公分 0.04公尺 乘以7 所以這邊0.28 單位是公尺公斤重 如果你寫28不對的 28是公分公斤重 小心喔 單位要小心 所以題目它為例的是公尺公斤重 公尺公斤重 所以要填0.28 所以第1格是 要第3題的第1格 第3題的第1格是28000 第2格是0.28 這是單位的問題 這是單位的問題 同學要小心 要小心 好 接下來 最後的同學介紹填充體第6題 好 同學我們來黑板上的第6題 第6題又是福利加幹的題目 所以又要先算出什麼 在業體中的重 所以首先第1題它問你說 甲乙各收到多少福利 複形下福利 物體的體積乘於變體的密度 所以第1格 甲的體積上面有 他說體積是100 所以這密度是1 所以福利是這麼多 第2格 酒精因為乙的體積是250 它的密度是0.8 所以這是他們的福利 同學自己算出來 這是200不是100 好 第2格 第2格因為福利 那我們要算出 甲在水中的重 甲在水中的重怎麼算 題目因為它要告訴你甲是500 所以甲在水中的重 甲在水中的重要扣掉 扣掉福利 就是500扣掉第1格的答案一把 這叫福利 要扣掉福利 福利是會變輕的 乙在酒精 它變成在酒精 酒精的密度 比較小 0.8 所以乙原來在 原來多重 乙原來的話 不知道 題目不知道 扣掉這個地方算出來是200 這也是福利 所以現在我們已經知道左邊跟右邊的力氣了 所以老師在這邊簡單地畫一下力圖 我們已經把它簡化成這樣子 這也是15 這也是15 那這邊往下拉的力圖 我們已經算出來了 就是400 500-100 400 這裡往下拉的力圖就是x-200 那我們現在只要-s就好了 順時針等於力之針 所以這四十手牌 400去乘400 這等於400 400去乘15 等於右邊的力 x是卷200 乘以10 好 解這個框框 解這個x 10跟10約掉 好 10跟10約掉 所以一乘過去這裡乘起來 15乘4是600 600等於框框-200 所以這個乙的質量 這個乙的質量就可以知道 乙的質量就是多少 800 所以乙的質量算出來是8檔 好 乙的質量第二格算出來是800 800算出來他用算乙的密度 那題目有啦 題目因為乙的體積是多少 250 所以第二格 第三格很簡單 密度等於質量除體積 所以算出來800除以體積 乙的體積上面有250 所以約分完之後 答案就是五分之十六 五分之十六是多少 35是3.2 所以乙的密度就是3.2 好 這個就是福利應用在幹涯 並不難 知道福利的觀念就可以了 好 第七題 第七題是在我們各個考卷上面 又是熱門的考題 現在這個題目是滾一個什麼 滾一個均勻的圓木柱 不管啦 滾油桶啦 滾輪胎啦 反正滾這個圓形的東西 要滾上這個台階 這個叫台階 而這個台階高是多少 題目說這個台階高是 有 第四公分 在題目的第二行後面 AB是四公分 好啦 那很多同學又開始疑問了 這個題目怎麼算 老師再跟同學講一遍 畫立圖 找支點 找支點 畫立圖 一定要找支點 那你就想 什麼叫支點 你不妨自己感覺滾這個輪胎 滾這個木桶 滾這個木柱看看 在滾的過程中 它會繞著哪一個點轉動呢 這就是支點 把那個Fu找出來 所以現在它會繞這個A點轉動 你滾上去 推上去的時候 它會這樣滾 所以A就是支點 找到支點就大多構成了 好 現在支點 來 還記不記得 立幣的定義一定要記起來 由支點對立的延長線做垂線 就是對垂直距離 好 現在它問你說 請問要多少克在C的地方多少克 來 同學看好 C的力量沿這個走 這個是力量 C的力量 沿這個C點 那我們的力幣在哪裡呢 支點在這裡 所以你的力幣就是由支點做垂線 同學 請你告訴我 這個C的力幣是多少 所以你要小心喔 沒有人規定說 我們的槓桿每次畫出來都是一個直線 它這個畫出來兩個力氣的力幣要分別求 所以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的力幣 所以來 Fc 乘以 Lc 來 這個是 Lc 好了 C的力幣 所以這個你看喔 對著這個支點它是順時針的 那物重呢 物重就是這個地方 物重一定是擺在中心 這個叫做物重 這個原柱體的重 這個木柱 輪胎不管都是這個重 這個就是五百克 五百克重 好 問題來了 力幣在哪裡 同學 同學 注意喔 力氣在這裡 支點在這裡 由支點對立做垂直距離的垂線長 好 那這個垂線長麻煩了 沒有辦法直接知道 但是我們知道垂直會用到必是定理 所以這個地方看得好喔 這個地方 半徑 半徑大家都一樣 10 10 全部都是10 10扣掉4 所以這個地方是6 這剛好 柯山文數學剛好學到 所以要記住 垂直就必是定理 這裡是6 那這裡是多少 還是半徑 10 所以你告訴我 這個 Lv Lw 好了 Lw 就是物重 這是物重 物重的力幣 這個要小心喔 Lw 就是680 680的直角三角形 是在這邊畫一下 半徑是10 這是6 現在這個 Lw 就是在這個三角形 這個直角三角形裡面 那你要注意這裡為什麼是6 因為全部是10 10扣掉這個4 所以這個地方是6 所以 物重的力幣算出來 好 OK了 就 W 要乘以 Lw 這個叫什麼 瞬時針等於逆時針 因為這個物重到這個點 是逆時針的 瞬等於逆 好 一一的帶進來 這個是力氣 Lc 我們算出來 這個地方多少 全部直徑是20 扣掉4 所以這一段是多少 16 這一定要會算 這段16 這一段是4 全部從這裡到這裡 全部從這裡到這裡是20 20扣掉 這裡多少 16 會等於 W500 好 乘以多少 力幣 Lw 力幣 把同學這個麻煩你 一定要小心在小心 好嗎 一定要會找力幣 由支點對力 你先把力的延長線 無線的延伸 然後從由點到線做垂線 你就會感覺出來力幣在哪裡了 一定要繪畫 多畫幾遍 這個圖一定要多畫幾遍 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好 所以這個力幣了解了 我們約掉2 所以這個力幣從C點出力要250 C點的出力要250 好 第二小題他問你說 請問在這個圖形裡面 在這個圖形裡面 要從哪一個點施力會最省力 好 老師把這個圖放大一下 你就會清楚了 現在把它放大 來 現在這個台階在這裡 我們想要來物體的重 一定是在這個圓形往下 這叫物重 現在我們滾這個滾 跟這個台階滾上來的話 台階這個點 這個圓 輪胎也好啦 油桶也好啦 圓木柱也好啦 這邊就是支點 A 這個地方就是當支點 繞著這個點轉動 好 那我們要找到最省力的地方 就要找利弊最長的 那我們數學有學過 現在整個利弊裡面就是等於一個圓的旋 在圓裡面最長的旋就是直徑 就是直徑 所以從A點連接O一直穿過去 到這個地方P 就是我們最省力的地方 因為它的利弊最長 呂說老師 你怎麼知道利弊最長呢 因為最長的旋是直徑 那我們從這個P點 這個切線 這個地方施力 從這個地方施力的話 我們會最省力 知道沒 這種題目要特別特別小心 從這個支點穿過 我們這個O坐過來這個位置 這個是直徑 所以它的利弊最長就是20公分 利弊最長就是20公分 好 那接下來我們重算一遍 剛剛我們的LW物重的利弊在哪裡 支點 對立做垂線 對立做垂線 老師在算一遍 這邊是4 對立做垂線之後 我們要算這一個 現在這一個藍色的這一條線 就是物重的利弊 那怎麼算呢 全部是10 10過掉這一段 這一段等於這一段4 這一段就是6 這一段6 這一段又是半徑 半徑是10 所以從這個直角三角形 我們可以看到6 10 這個LW就是多少 8 好啦 那我們來算啦 P點所出的利器 乘以利弊 利乘利弊 會等於負重 他說現在負重還是500克 同樣的一個圓木柱 請問500要乘以它的利弊 LW LW就是多少 8 好 所以P等於P乘以20 等於500乘以8 好 1個0約這樣 1個0約這樣 然後2 2再跟8約4 4 5 20 所以P點最省力的位置在這裡 它要出的利器答案是多少 答案是200 答案是200 好 這種題目同學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第8題 第8題又是什麼 大力對小角的題目 不要管線長 題目畫出來的是線長 所以同學你只要從這邊物重畫一條線 你會發現 甲所對的角比較大 這裡比較大 比B所對的角大 B的話比較小 所以比所思的利器就會比較大 所以叫做大力對小角 所以這兩個我們比較比角度就好 力氣比較小的 失利比較大 所以這個答案是 以的失利會比較大 以的失利會比較大 好 老師今天的課程 就位同學介紹到這邊